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街五四开启终极battle 王一博对阵张艺兴 三、二取得比赛胜利 这就是街五四赛制与以往不同 张艺兴、王一博 流线化、韩庚拥有属于自己的场馆 抽盲和环节结束后 厂牌的舞者集结完毕 就开始准备厂牌之间的battle 根据之前的抽签顺序 王一博率先对阵张艺兴 节目规则要求 队长在场管考核25组舞者 并且安排2v2抖5、3v3抖5 以及5v5限时作品战 每赢得一场比赛 就可以积1分 队长积满2分 就可以率先发起帅战 所谓帅战 就是由队长搭档一位舞者进行2v2抖5 如果帅战结束 双方积累分数相同 就需要进行第五轮battle 双方各派出一位舞者 进行三轮battle 三轮表演结束 由裁判进行判决 取得3分就拿下比赛 2v2抖5中 张艺兴派出了GoGo Brother 原本以为王一博会派出HB 让两个顶尖blocking组合会正面对决 没想到王一博派出了阿伟和叶音 这也为之后韩庚队长之间的对决 保存了绝对实力 GoGo Brother 是顶级LOKING组合 叶音虽然是第二季的冠军 阿伟也是优秀的LOKING舞者 但双人舞毕竟是合作 GoGo Brother更胜一筹 率先帮助张艺兴拿下一分 3v3抖5中 张艺兴派出了子龙 卡卡、金田围吹 王一博则派出了乔治 步步和AC 这一场Battle比赛看点十足 步步是卡卡的老师 AC又看着金田围吹的舞蹈长大 子龙、乔治都会很多Breaking招数 这场比赛中 同领域的舞者会正面对抗 比赛共有5轮 获胜一轮击1分 率先获得3分即可获胜 卡卡和步步率先出战 师徒之间的Battle 让人非常期待 卡卡有很多招牌动作 步步的实力不用多说 出场就拿下一分 之后的比赛中 卡卡扳回伊城 金田围吹战胜了AC 不过乔治却两次战胜了子龙 帮助王一博积累1分 5v5起舞表演中 张艺兴场排队员赢得比赛 率先积累2分以后 张艺兴也发起了帅战 帅战开始之前 王一博仅收获1分 只有在帅战中获胜 才有机会赢得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张艺兴跟阿布利合作 第三季展示Crown 第四季展示Locking 张艺兴没有系统学习Locking 通过节目表现来看 他跟阿布利的合作 不仅没有失误 完成度还很高 张艺兴也刷新了观众对他的认知 王一博学习过L-O-C-K-I-N-G 第三季队长Battle 他就展示过L-O-C-K-I-N-G 如今在跳L-O-C-K-I-N-G 还是跟第二季的冠军夜音合作 这也让王一博变得更加从容 舞台表演出色 赢得比赛 拿到关键的1分 王一博在帅战中获胜 此时两位队长积分相同 需要进行第五轮Battle 两位队长从出战的十位舞者中 挑选出一位舞者 参与接下来的三场Battle 斗舞结束后 由裁判进行评判 获胜的一方直接锁定胜局 张艺兴派出了金田围吹 王一博则派出了步步 尽管步步之前输给过卡卡 但他却没有受到影响 三场斗舞精彩发挥 帮助王一博在机1分 最后王一博对阵张艺兴 三 二取得比赛胜利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by bwd6